李贵 徐行 写词 李贵 徐行 称 好 谢谢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请坐 我们来敬拜上帝 这是我们很大的福气 那今天我跟大家 特别分享我内心里面一个 很深的 附带的一个题目 就是为国勤行祷告 其实刚刚在报告里面呢 讲说我们就 有一百天为国进食祷告 我想大家这是很重要 因为今天已经10月1号了 距离我们总统大选投票 真正就是进入到一百天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 你看我们台湾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很多人就注意到说 我们好像天天都在选举 这次选举完之后 马上就想下一次的选举 好像除了选举以外 就没有别的事情了 但其实这个是我们大家很关心的地方 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一方面是天上的国民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地上的好公民 我们手中的每一票 都是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 我们希望能够选出来 合神心意的仆人 我们教会就是在这上面 要来被上帝所用 我讲讲我自己的教会 南京东路礼拜堂 我们在今年是庆祝七十周年 但是早年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军公教还有学生 所以很多年被称作 就是一个比较属于蓝一点的教会 但在过去这几十年的话 经过时代的时间的推移 我们教会就是现在一千多个人的话 差不多就是整个台北市市民的一个缩影 所以在政治的光谱上面 就是红 橙 黄 绿 蓝 电子 每一种颜色都有的 所以刚刚碰到总统大选 特别是碰到有政党轮替 你看说我们总统投票的选举 都是在礼拜六 所以礼拜天早上 我们教会的负责长老就很紧张 要坐证在那边 因为我们教会就会有一半的弟兄姐妹说 哎呀 我的忧郁症就好了 那么另外一半的人就说 哎呀 我的忧郁症就开始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想说今天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使命 我们一起为这个事情来祷告 我们尽上这个责任 那也许像前一堂 蔡牧师也讲到说 也许最后投出来那个选专的人呢 不一定是你投票支持的那个人 但是希望是合神心意的人 真的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治愈我们国家 那么我今天跟大家在那边读这个经文呢 是生命纪第十七章 十四节到二十节 这是整本圣经里面 唯一一段经文讲到说 有关于设立君王的 而且特别讲到说 是上帝跟上帝的子民一起来选派 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 我们先来读一遍 那我是参与在环球圣经译本的工作里面 这是最新的中文圣经翻译本 那我就带大家读这个经文里面的 生命纪十七章十四节到二十节 我们看到一起来念 来请 当你进去的耶和华 你的神所赐给你作为产业的地 居住在那里的时候 如果你说我要立一个王治理我 像我周围的列国一样 你一定要立耶和华你的神 所拣选的人为王治理你 你要从你的弟兄中立一人为王治理你 绝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治理你 只是君王不可征天马匹 不可为了大量增添马匹 使人民回埃及去 因耶和华对你们说过 你们不可再回到那条路去 他也不可大量增添妃平 免得他的心离弃耶和华 他也不可大量增添金银 他登上王座 就要在立位祭司面前 把这律法书抄入一份副本 那份副本要藏在他身 OK 对不起 那份副本要藏在他身边 他有生之日都要颂读 好 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 持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话 遵行这些规定 这样他的心就不会高傲 而轻看弟兄 也不会向左向右 偏离这命令 好让他和他的子孙 在以色列当中 为王的日子长久 这篇经文很重要 等一下我们会仔细地 来跟大家分享 这篇经文 其实我们当大家在读的时候 你就发现说 他虽然是讲说设立君王 可是并没有讲到说 那个君王的权力 甚至没有说扩张 反而是限制 所以三个都是不不不 那这个很重要 只有讲到一个呢 是要遵行上帝的律法来讲到 那今天我们当然讲到说民主的话呢 我们去追溯民主的滥伤 这个民主到底是怎么样开始 当然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说美国 1776年美国正式的独立 他是以司法行政跟国会三权分立 来出名的 但是有一些人就在那边追溯 美国成立的时候 讲这个民主的制度 这是这个历史上面一个新的篇章 那么我看到这个美国 1980年到1988年 担任美国总统呢 Ronald Reagan 他也是在那边解释他 他说你看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有宪法 美国也是有宪法 别的国家有宪法 那宪法里面也都规定说 人民的权利啊 义务等等 所以都会讲到说 我们都有自由 我们有言论的自由 我们有人身的自由 我们有集会结束的自由 但是有一个不一样 Ronald Reagan他就特别解释 美国的这个宪法里面 有三个很重要的字 都在这个精神里面 英文讲就是打三个字呢 就是We the people 翻译成中文就是四个字 我们百姓 我们人民 那个很重要 所以在这个里面整个精神呢 就讲说 美国是讲这个民主的话呢 政府的权利 是人民给他的 不是反过来 说这个人民的权利 我的集会结束的自由 我的人身自由 我参政的自由等等 这是政府给我 那这点我想说 我们大家要很注意很注意 其实有些人就讲到说 美国在开国的时候 像独立宣言 像美国的宪法 那这些的话呢 其实有很多很多文章在里面讨论 那里面都是带来非常非常深的 关于这个民主制度里面的 基本的思想在这里 当然另外有些人讲说 美国的民主制度 当然不是最新的 而是更早就已经有 就讲到英国的大宪章 一二一五年的 那我们在台湾的人的话呢 除非你是学政治 可能对这个英国的大宪章 不会有特别的感觉 但是这个在英国 这个在英语世界里面 那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那大宪章的话呢 它就是奠定了 我们讲说最老牌的 这个民主国家 民主制度 就讲英国的话呢 当然它里面最重要有两个 一个就讲说 权力不可以私有 第二个就讲说 财产不可以公有 所以其实你看说 那就是英国的国王 第一次就是被限制 他的权力 你没有任何一个英国国王 不经过议会的同意 就随便地就向老百姓来征税 或者向对外来宣战 所以再讲一下 那里面讲这个民主制度里面 最重要的精神 那个权力不可以私有 而那个财产不可以公有 这在今天我们的民主制度里面 也是很重要 所以在这里面 其实是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说 你讲这个政府的话呢 讲这个权力 那我们就讲说 你按照圣经里面讲的话呢 政府的权力再大 但是它都是四等的权力 不是绝对的权力 真正唯一的绝对的权力 是上帝 而政府在地上的话 它只是一个上帝在地上 设立的一个代理者 那这点是很重要 那第三个的话呢 有些人讲说 不是英国 讲我们中国 你可以推出到说 公元前三百多年讲孟子 那么有名的一句话 民为贵 设计次之 均为亲 但是我们大家也都晓得说 即使这个话 是在两千三百多年前讲到 但是中国历史上面 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 那再一个我们讲到说 那我们把它再往前面推 讲希腊 讲希腊的城邦 像雅典式的那种 城邦式的民主 但是雅典式城邦式民主的话呢 即使他们讲说 所有这些的 希腊城邦的这些的公民 他们都有权利可以参与在 这个政治事务的决定上面 但那也只是一半的民主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的雅典 它只有一半的人是自由民 一半的人可以参与在 政治事务的决定里面 但另外一半的人是奴隶 他们是没有资格参与在这里面 那真正在全世界的文献里面 唯一一个 更早讲到说 人民参与在 设立这个军王里面的话 就是离开我们今天 已经3400年的生命纪 这是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 它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它是全世界第一份 书面的文字讲到 一般的人民 他们参与在 军王的设立的里面 这是我们看到 这个生命纪的第16章到第18章 讲到治国的宏规 这是很多人讲到说 生命纪呢 特别是16章到第18章里面 摩西就要过世了 它像任何一个创业者 或像国家的奠基者一样 它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 就希望说能够奠定一个 长久的制度 能够让国家能够长治久安 那中间有什么呢 就是建立制度 所以这里面的话 你看说 它设立了这个治国的宏规 里面包含一些的制度 跟那个文 职份 设立法官呢 就是要按照上帝的话来审判 设立君王 按照上帝的话来行政 设立祭司 按照上帝的话来教导 设立先知的话 就是要按照上帝的话来传讲 所以这是我们读生命纪里面 看到最重要的这几个 那么设立这四种 职份制度的话呢 其中设立法官是命令 设立君王是准许 设立祭司已经是一个常态 而兴起先知呢 就是一个应许了 那在产生的方式上面 法官是由人民来推取的 先知是上帝拣选的 祭司是经由世袭的 首先说第一个大祭司就是亚伦 然后他的儿子以利亚沙 再他的孙子菲尼哈 就是一代一代这样的传承下来 而君王的话呢 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讲到 就是由神跟人共同来选派 那这一点的话呢 我请大家跟我再往前面来看一下 就是在前面那个生命纪的第十七章 第十五节那边讲很清楚 你看第十四节那边讲说 如果你们进入到应许之地 得到上帝给你们的流奶与蜜之地 可是你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你觉得说我要跟周围的国家一样 我也要设立君王 那这是十四节那边讲说 我要 我要设立君王 但是摩西在这边就讲到 你要拣选上帝所拣选的人 来做这个君王 这马上就做了一个调整 不是单单是纯粹的是民主 而是上帝在那边拣选的人 所以是上帝跟人一起来选派 我想这个座我们今天 为我们国家祷告里面 很重要一个 我们每一人的一票 这是我刚刚坐在那边 那个小号说 我们每一票呢 不是政府给的 我们手中的每一票 是上帝给的 你要很珍惜这一票 把这一票投进去 求上帝拣选他自己的 和他心意的人 那我们跟他一起来同工作的事情 请跟我一起说阿门 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边我们讲 生命纪这段经文里面 讲这个民主制度 君王的设立的话呢 其实有些人读那个 《撒末尔经》那篇说 好像那里面给人有一点印象 有些人有这样觉得说 好像是上帝反对设立君王 这个是错的 其实在圣经里面的话呢 上帝在以色列当中设立君王 很早就已经有 你读到这个《创世纪》里面 《创世纪》第十七章 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 里面就讲到说 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 但上帝讲到说 在你的后裔里面 我就要拣选很多人来做君王 所以设立君王 原本就是上帝的心意 可是在那个诗篇七十二篇里面的话 它更讲到一个重点 我刚刚曾经提过 君王在地上的权利 不是绝对的 君王在地上的权利是次要 君王在地上的权利 是服从在上帝的权柄之下 所以他不像法国的路易十四 被称作太阳王 他讲到说就是绝对专制君王 不是 君王是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 君王是在上帝的带领当中 来作为上帝在地上的一个代理者 要完成上帝在这个地上的 要秉公行义 施行公义的事情 这是为我们国家这些新选出来的人 祷告祈求 上帝才是真正那个君王 治理全地 这有君王的产生 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那个经文 所以你看说读圣经很重要 你读圣经的话 才知道说原来圣经里面 第一次讲到说设立君王的话 是上帝跟人民一起来选派 上帝选的话当然是不会错 但人的话你就很难说 这等一下我们来讲到 而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再看到说这里面 那个经文里面的话 讲三个不 那是让我们感到很惊讶 其实我们读整个圣经的话 你讲说设立君王 按理讲应该讲说 君王权力应该是多么的 多么的强 你要来巩固这个君王的权力 但是不是 圣经里面反而是 对这个君王有很大的限制 三个不呢 不可以大量地来增添马匹 马匹是什么 在摩西那个年代讲 它就是军事力量的代表 那是很稀有的动物 但是马匹在那个时候的话 它就是来牵引双轮的战车的 这是军力的一个代表 第二个讲说 不可以大量地赢取妃嫔 那这是讲说政治的婚姻 所以说像所罗门就是一个代表了 它为什么取那么多的妃嫔 那都是跟别的国家的政治联姻 你为什么说政治联姻 那就是希望争取在外交上面 有更多的同盟国 所以讲外交上面的力量 那第三个讲 不可以大量地来积聚财富 经营等等 那这个当然就很清楚 讲经济的力量 所以讲说从古到今的话呢 大概你要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 大概就是三个方面 军事的力量 外交的力量 还有经济的力量 但这三个方面都能够很强的话呢 只能说是一个强国 可是你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的话 你更要有伟大的精神文明在这里 所以这是我们从这段经济讲 所以摩西战经济讲说 君王登基以后 他就要把摩西的律法书 抄录一份副本 放在自己旁边 经常去研读 然后要遵循 带领百姓来遵循这个事情 所以法官是代表上帝 显明上帝的公义 但君王的话 更是理想以色列人的一个代表 他就要来带领大家 遵循上帝的律法 所以刚刚说这个精神文明的话 柏拉图在写他的理想国的时候 共和国 讲说那个君王就应该是一个哲学家 但圣经济讲说不是 圣经济讲说这个君王的话 他就是一个遵循律法的人 按照上帝的心意来行事 所以这个就影响到 特别是我们大家读跟欧洲有关的历史 在那个方教有一个很大的传统 很重要的一个传统 君王不是在法律之外 君王也不是在法律之上 君王就在法律的里面 君王是要带领众人来遵循上帝所示的律法 免得说有一些人 不管是在古今中外 都有一些人他们位居高位 他们就玩弄这个法律 视法律为无物 这个是不合乎神的心意 那么这边我又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 前次我在这边讲那个撒木尔记 那么今天算是这个撒木尔记的一个续篇 就讲那个大卫三字受高 圣经里面在撒木尔记里面呢 就讲大卫三字受高 第一次呢是在家里面 是私底下 是这个撒木尔代表上帝 带着高尤 把高尤交在大卫的头上 就选立他做整个以色列的君王 可是你看又过了十几二十年 然后由这个犹大的长老 带着高尤 在西伯仁那边一个公开的仪式 就把高尤交在大卫的头上 选立大卫做整个犹大的国王 然后又经过了六年拜 然后由以色列北边的十个支派 这些长老呢 就代表全国把高尤交在大卫的头上 选立大卫做整个以色列的君王 那这个是一次是私底下 两次是公开 那这个在以色列的传统里面的话呢 我们大家读圣经小说 有三种人是要受那个高尤的浇灌 一种就是祭司 一种是先知 再也就是君王 但如果没有特别讲的话 比较多就是讲君王 那这个被高尤的人呢 被称作叫做受高者 受高者在旧院里面称作弥赛亚 在新院里面就是基督 那么我们基督徒的话呢 基督徒就是一个小基督的意思 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是一个小的受高者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跟同学就讲说 你看你就称呼你旁边的人 你就是一个小基督 你就是一个小先知 你就是一个小祭司 就是一个小君王 你说我哪里配 但是上帝在你身上的旨意 那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讲到说 在犹大人中间 他们有这样的传统 就是那高尤交在一个人的头上 或者是把他 好像那高尤交一圈 像是一个冠冕一样 或者是把那高尤在他头上 就画一个十字 那是在西伯来文身体 称作套 就是一个记号的意思 那这是高尤交在一个人身上的话呢 就代表说 上帝的拣选就临到他 上帝的使命就托付他 上帝的能力就充满他 上帝的同在就来复辟他 要来完成上帝交付给他的使命 所以这样子重要不重要 当然非常重要 那在以色列的话呢 先知 祭司 君王都要受高 但是我们特别讲说君王受高 那这个事情的话 它不是单单在以色列中间有 以色列的邻国也有 所以以色列邻国的话呢 像在埃及那边 是由法老把高尤交在小君王的头上 这代表说权力从上而下 而在以色列的北边 今天土耳其那边 就是赫特人的地方的话 那就是由长老代表全国 把高尤交在这个君王的头上 代表他是由众民所拥戴的 他的权力从下而上 但你看大卫的话 大卫三次受高 第一次是由沙穆尔代表上帝 把高尤交在他头上 代表权力从上而下 那另外两次的话呢 都是大卫已经显出他的战功 显出他的治理的能力 然后受到权力的拥戴 然后长老把高尤交在他头上 这代表权力从下而上 所以这个大卫的话 他就是把这两种 统统结合在一起 所以也是代表说 圣经里面一开始讲到那个 生命纪十七上 那边讲到那个君王的话 是上帝跟人民共同来选派 那是非常非常宝贝 这是作为我们今天 讲我们国家 我们人民为这个投票 来选出新的这个领袖 这就是做我们的一个参考 但是人会问 上帝拣选当然是没有错 可是人投票呢 也很难说了 对不对 你看说那我们投票出来的话 会不会选错人呢 有可能 那我们投票选出来 其实是一个对的人的话 他后来会不会变了呢 那这不就是过去我们很多年的经验吗 所以这是我们在那边要祷告 求上帝 那我就把这个扫罗王跟这个大卫呢 跟大家做一个比较看看 扫罗王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 大卫是上帝所设立的第二个君王 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有共同点 都是三次受高 都有上帝的拣选高利 然后众百姓的拥戴 但是你看扫罗王的话呢 他在受高做君王之前的话 好多的美德 谦虚 不愿意与人结怨等等 但是他受高做王之后 这一切的美德通都不见了 那不是让人感到很伤心吗 大卫的话呢 他也曾经犯罪 也曾经使神的名受辱 甚至当属典百姓 心高气傲等等 这是后来见到圣殿的由来 从这边来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扫罗跟大卫 做个比较的话呢 扫罗王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 大卫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 扫罗王是一个属肉体的人 而大卫呢 是一个属灵的人 扫罗王就是靠自己 就是为自己 而大卫是倚靠神 是专卫神 扫罗王呢 狭窄极度 大卫呢 是宽广能容 扫罗王是足有数敌 而大卫王是静越远来 扫罗王刚愎自用 而大卫王是谦卑靠主 扫罗王是不肯纳征言 而大卫的话呢 就是凡事都求问神 那扫罗王跟大卫再有 你看扫罗王他是悖逆神 大卫王是顺服神 扫罗王抢在神的时间的前面 而大卫王是等候神的时间的来到 扫罗王是只顾自己的面子 而大卫王是为了神的荣耀 扫罗王他犯罪 屡悔不改 而大卫王也曾经犯罪 但是他真诚悔改 你真的问了 大卫王所犯的罪 跟扫罗王所犯的罪比较强的话 哪一个比较严重 都很严重啊 甚至大卫可能 有些人觉得说会更严重 但是大卫呢 他真的能悔改 这事情就变得不一样 扫罗王自卑又自高 心里不健全 大卫王呢 知恩而且感恩 成熟而且健康 你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是不是当我们在为 我们国家祷告 要选出新的领袖的时候 那这些是我们可以 作为我们祷告里面的内容 求上帝拣选出真的合成新义的王 你看这个扫罗王跟大卫王 其实都是各统治以色列人四十年 但是扫罗王他结束他统治的时候 那个整个国家是一片的残败 但大卫王他结束四十年统治的时候 以色列人就进入到黄金盛世 所以上帝就论到这两个 论到扫罗王就说 因为你扫罗弃绝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也要弃绝你为以色列的王 论到大卫的时候呢 讲说我找到耶稀的儿子大卫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将遵行我一切的旨意 这是我们为我们国家 过未来这一百天祷告的时候 我想大家一定 所以这边我们把它总结一下的话 要为执政掌权者来祷告 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一下 这上面所列出来的经文 一个是在箴言十四章三十四节来起 公义使邦国高举 罪恶使民族的耻辱 然后提摩泰前书第二章 第一到第四节来请 因此我劝你最重要的是 要为所有人祈求祷告代求谢恩 要为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人这样做 好让我们敬虔和庄重地 过平静安稳的日子 在我们的救主神看来 这样做是美好和蒙悦纳的 祂愿意所有人得救 认识真理 你看这是是不是很重要 所以像说我们河尔本的翻译讲 就是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敬虔是讲里面 而端正是讲外面 那平安无事的话呢 更是讲到说我们最基本的要求 你住在家里面 你不怕房子就倒塌了 我住在大指 大家就晓得大指那边讲那个基态大指 就离开我家差不多两百公尺 所以有些人就写信来说 老师你家里面怎么样 我说还要我们距离只有两百公尺 没有受影响 但这两天那边已经拆掉 旁边的房子倾斜 被拆掉 那我们到超商那边去买蛋 你不会怕买到那个坏的蛋 这是很简单很基本的 对不起啊 让我评论一点现在的事情 这就是关系我们民生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要举几个例子 讲到说在历史上面 有一些国家 因为这些领袖的缘故呢 带领国家走到蒙福的途径 第一个人看到说俄罗斯的归族 这是讲到一千年前 在俄罗斯那边有一个很英明的军装 军王叫做弗拉吉米尔 这弗拉吉米尔为什么那么了不起 为什么那么有名呢 你看说现代俄罗斯的总统叫做普丁 普丁的名字就叫做弗拉吉米尔 这是他们非常非常崇敬的一个民族的英雄 那这个弗拉吉米尔 他怎么样带领整个俄罗斯就归信基督教呢 这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那这个人呢 他是有雄才大略 所以打败了周围很多的国家 但是他也是有思想的人 他想说我们国家可以很强盛 可是我们也需要有伟大的精神文明 伟大的精神文明是什么呢 最主要是讲宗教信仰 所以他就派他的大臣主队出去 观摩考察 然后回来向他回报 那有一队跟他讲到说 那个伊斯兰教 他就听到说 在伊斯兰教里面又不能吃猪肉 又不能喝酒 太无趣了 这个宗教不可以相信 那再讲到说犹太教 他觉得犹太教是很懦弱的宗教 那再讲到说 德国那边 那个时候刚好就是全德国是归向耶稣基督 可是整个教会还没有特别什么样子 显明出他们在社会里面的影响力的人 所以也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 但是有一队呢 就是到了今天土耳其 伊斯坦堡 以前称作君士坦丁堡 被称作叫做拜占庭 他们到那个地方参加教会的聚会 那这些人回报给弗拉基米人说 我们在那边参加敬拜的时候 都已经分辨不出 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 他想说这就是我们要的宗教 所以就决定了他要去信耶稣基督 可是怎么样信耶稣基督呢 他就这个人很粗鲁 他就派军队去打 打这个伊斯坦堡 以前叫做君士坦丁堡 一打就打赢了 然后人家就说你们打赢了 那开出这个条件来 他说我的条件就是 你们这个拜占庭王朝 你们要把公主要嫁给我 那这个人家说我们 从来没有说把我们的公主 就嫁给这个野蛮人 因为他们看俄罗斯那个时候 就是野蛮的 那不肯的话 那就继续打了 再打了又打赢了 那人家不得不嫁 所以你看说这个人呢 他开出条件 你们要把公主嫁给我 那跟人家讲说 我们公主呢 也是很有身份地位 很尊贵的人 他是基督徒的 信仰上面很认真的 那你要娶我们的公主的话 你就自己必须成为一个基督徒才可以 他说这就是我的意思 所以呢 他就到那边去 所以你看说这边那个图画 一张图画就讲这个弗拉吉米尔 另外一张图画呢 就讲他受洗的那个图画 那受洗的话呢 相传就是 也许他下午就参加洗礼 到晚上呢 他就举行婚礼 就迎娶了人家这个基督徒的那个公主 婚礼结束以后 他就回国了嘛 那这公主呢 陪嫁里面当然是有宫女 还有一些宫廷里面这些大臣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 按照他的那个要求 就是派了一些的宣教士 就陪伴他 就要带领整个的俄罗斯要归族 所以在短短几年里面的话 整个俄罗斯就归族 你今天到那个俄罗斯的话 他们还是属于那个叫做 希腊东正教里面 但是有人就想说 传说呢有一次他们就是 一次在一个河里面 几万人就一起受洗 我都不知道怎么受洗 是拿那个消防山那个水柱 这样撕一下撒 他们就信主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们就归族了 所以君王信耶稣 也会影响 那另外一个讲 我在21世纪里面 我最佩服的一个 全世界的政治的领袖 就是德国的前总理梅克尔夫人 你看说他在2015年的时候 他就被选做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 为什么 因为那一年就讲 叙利亚战争 几百万的叙利亚奈米 就蜂涌到欧洲那边去 但是欧洲差不多每一个国家 把那个边境统统给堵起来 不准 唯一一个站在道德的高度 讲说我们德国 就是愿意接纳一百万的叙利亚奈米 我们愿意花至少一千万的欧元 来做这个事情 那这影响很大的 但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决定 我为什么知道 我有一个学生就在柏林幕会 他们教会也接到了政府的通知 你们教会要随时准备打开 就是接受这个虚雅的奈米 教会就说我们怎么可以 我们这个小教会 我们的那个教会的场地也是租来的 可是教会呢 就是愿意全力配合 因为觉得说德国梅克尔夫人 她做的决定 就是影响到整个人类 很重要很重要 那这个梅克尔夫人 有一个小报的报道 讲到 你看这政治人物 一般是不大会谈到她的 关于宗教信仰等等之类的 因为这比较属于个人的隐私 私人的事情 但是有一次这个小报的报道就讲到 她说你看 政治人物的话 她最关心的是什么 就是选票 可能一做任何决定的话 可能这边的人呢 她就赞同 但另外一部分人就不赞成 那做另外一个决定的话呢 这边的人赞成 另外的人就不赞成 但是梅克尔夫人 她就做件事讲到 她自己呢 就是牧师的小孩 她从小就跟我们在座各位一样 在教会里面长大 唱诗 祷告 读圣经 真行 真理的真理 所以她在那边就讲到说 因着信仰 许多政治的决策 就变得更容易做决定 所以这是我为这个事情 祷告 求上帝 持人给我们国家 新选出来的领袖 也能够真正地遵行圣经的真理 谢谢你们 反应很好 再一个讲到说 举个例子讲 美国总统的宣誓就职 那这是我想我们很多人 我们都在网络上面曾经看过类似 但美国总统呢 其实在他们的宪法里面规定 只有很简单的一条 美国总统必须是先宣誓 然后才可以来执行总统的职务 他宣誓内容是什么 也很简单 我就念给大家听 我某某某仅庄严宣誓 我必忠实执行 合众国总统的职务 竭尽全力 恪守维护 并且捍卫合众国的宪法 所以美国的第一任总统 乔治华盛顿 当他就是手按在圣经里面 宣誓就任总统以后 随即就加上了一句 愿神帮助 英文是 So help me God 以后就变成了惯例 所以美国四次几任总统 但现在每一任总统就任的 都是手按圣经宣誓 然后最后就加上一个 So help me God 我以内心里面就祷告求上帝 私人给我们国家的总统 以后被选出来了 他宣誓就任的时候 也能够手按圣经 然后最后加上说 愿神帮助 请跟我一起说阿们 再一个讲到民主 我们刚刚讲英国 很多人到英国 到伦敦的话 一定要去伦敦塔 为什么要去伦敦塔 伦敦塔里面 曾经关过好多的政治犯 没人被砍头的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在伦敦塔里面 展示一千年来 英国历代国王的冠冕 里面最吸引我注意的 就是英国爱德华王冠 这是最近那个查理三世 那他就任 我比较不喜欢他 我比较喜欢他妈妈 所以这边用那个伊丽莎白二世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冠冕 那么你如果到伦敦塔里面去的话 你发现说他们就会有一个 专门的房间 放着历代这些国王的这个冠冕 那么因为参加人很多 所以他们就设立了 有一个移动的这个输送带 你站在这个输送带上面的话 它就从这边就往那边去 所以你可以看每一个冠冕 但每一个冠冕 你大概是看个几秒钟 然后你就过去了 你如果还要再回头看的话 你必须重新排队才可以 那我就特别注意到说 这个爱德华皇冠 你看一般的皇冠的话 它就是一圈 但是爱德华皇冠的话 它很特别 它上面就有一个十字架 所以在那个旁边就有一个牌子 就写着 英国的君主 指向基督的十字架 来屈膝下跪 这个我也祷告 求上帝赐恩给我们 新选出来的总统 他指向基督的十字架 来屈膝下跪 谢谢 最后一个 我讲到一个例子 我们不一定是 那个被选做君王 但是我们可以在 每一个自己的职务上面 就来被上帝说使用 我讲一个例子 也是一千年前 德国有个皇帝叫亨利二世 他也被选做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在他们那个时候 当时欧洲其实很乱 盗匪横行 但是也有一些人 他们是真心地敬虔爱上帝 这个亨利二世 它就是中间一个例子 他经常就跑到修道院 参加他们的聚会 参加所有这些的训练 在那边修道成师等等之类 甚至他跟修道院长就提出来说 我就想要做修道士 你可不可以接纳我 那那个修道院的院长 哪里肯呢 你是国王 但是实在是拗不过他了 最后终于答应 所以他就经过了很繁琐的 这个审核的手续 终于他就成为修道院的修道士 最后一道手续就是宣誓 宣誓我成为圣凡内修道院的修道士 而且我要绝对服从修道院的院长 给我的命令 所以当他宣誓完了以后 他就正式成为修道院的修道士 这座修道院的院长就跟他讲了 你已经成为我们修道院的修道士了 你刚刚已经宣誓 你要完全绝对顺服我的命令 所以现在我吩咐你回去 回去做国王 你按照这个圣凡内修道院 修道士那样方式 有这样一个精神 被拆派到这个国家里面 做国王来执行上帝给你的使命 我们不会都是做国王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有这样的一个被拆派的使命 来完成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 谢谢大家 最后就是我在这几年里面 讲到一个习惯 就是有一个生命回应的祷告 我要请大家跟我一起来 就念一下 我们来请 主啊 感谢您 垂听我们的祷告 应援我们的祈求 赐给我们自由民主的国家 求主赐福 让我们明年顺利选出 合成心意的总统跟立法委员 求主赐福 新选出的总统与国会 认识真神 施行正义 谦卑怜悯 与神同行 好使我们国家繁荣昌盛 人民安居乐业 全国归主 世代蒙福 我们一起说阿们 然后就归给上帝 阿们